宝宝衣服和成人一起洗,为什么会过敏? 宝宝的皮肤焦难,对外接刺激的抵抗力较弱,遇到了有刺激性成分的东西,很容易引起皮肤过敏,起红疹。 一般成人洗衣液中,会有多种化学添加成分,比如香料、色素、荧光剂甚至磷等。 一般PH值超过8.5的碱性洗衣液对皮肤就有损伤了。 而宝宝专用的洗衣液,一般与中性或省弱酸性为主,比较温和,不会刺激到宝宝。 通常我们建议,宝宝贴身衣物可以用洗衣罩手洗,而冬天后外套之类用洗衣液,清洗完后,一定要在太阳下彻底曝晒。 宝宝洗衣罩怎么选? 一,看成分,普通洗衣罩的成分,除含脂肪酸结外,还含有松香、水玻璃、香料、染料等填充剂,化学成分比较高。 而婴幼儿专用洗衣罩的主要成分,一般由纯天然植物及取物为原料。 二,看三减度,普通洗衣罩,属于减性外公产品,其pH值呈减性,一般在9-11之间,pH值呈弱酸性,数据一般温柔,和宝宝皮肤的pH值很接近。 三,看漂洗效果,普通洗衣罩洗完衣服不太容易漂洗,而婴儿专用的洗衣罩,漂洗洗蓝比较容易,不易发生残留。 一般妈妈们常用的宝宝洗衣罩有,报名洗衣罩,不养婴儿一经洗衣罩等。 宝宝洗衣液怎么选? 一,看包装说明,注意留意看产品包装上是否标注不含泥光气,不含泥,不含漂白气之类的字,同时要选择落减性或者中性的。 二,看颜色,最好给宝宝选择清澈透明的婴儿洗衣液,有些洗衣液添加了部分化学物质, 会改变洗衣液的颜色,为了宝宝的健康安全,洗衣液还是搭成点好。 三,看浓稠度,婴儿洗衣液还是选择稀薄的好。 如果洗衣液很浓稠,那是因为添加了增稠剂,本身对食物效果没有任何帮助, 之所以添加是为了降低生产成分。 四,分味道,给宝宝选择洗衣液,香味过浓的应该慎重购买, 那是添加了香精的缘故,宝宝用的洗衣液最好选择, 没有味道的或添加天然香料的。 五,看适用效果。 专业的婴幼儿洗衣液,浸泡衣物后产生的泡沫较少,洗衣水自然会变脏, 但不至于非常浑浊,而是比较通透,调洗起来很容易, 不会出现手感张滑的现象。 宝宝专用洗衣液一般有,北京婴儿多效洗衣液, 爱护宝宝专用医军洗衣液,都按是婴儿洗衣液的。 你还在将宝宝衣服和成人衣洗吗?快快停止吧。 何而我是孩子王首席育儿顾问,持有国家高级育婴子责证, 在孩子王有近五千名和我一样的育儿顾问, 为宝妈妈提供婴儿辅助,产妇催乳,宝宝理发,营养指导, 母婴护鼻,称巧培育等服务,让当妈妈变得更简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